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绝对不会自贬为妾的 你若是想和我了断姻缘 干干净净地去做高家的成龙快婿 最好按这份契书上的去做 否则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第一 你当时曾在我爹娘的林前 以女婿的身份发誓说要护我一身周全 现在你既然要毁婚 就烦你再手写一封退婚书 好让我回前堂的时候 可以烧给我爹娘 也算是有个交代 第二 你曾经应许过影章 说一旦围观就要帮她脱脊放凉 现在你已经是高家贵婿 想必也不难做到 第三 我的那张夜宴图 你说要带到东京来请明师装表 现在也请归还余 对我这样的生意人来说 七叔比发誓更有效 你要是能做到这三点 我就给你路归路 瞧归瞧 非黄泉不相逢 凝亡死无相干 但是 你要是做不到 我定会把咱们 当初有婚约的事情闹得天下皆知 到时候 你若是青云露断 就别怪我心狠 好 只许你无情 就不许我无意 这份七叔 你到底同不同意 现在的我可没什么耐心 我数十下 一 二 三 我答应你 果然 花儿呢 我现在就去找来给你 我现在就去找来给你 真不知道她把夜夜头放到哪儿了 陆长风也是你拍过去的吧 不是 是 陆长脱级的事多久能办好 我现在无关无职 只能偷偷寻帮忙吗 毕竟她家里是京城大祖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你 三日之内必给你一个答复 好 还有这话我怕我一直是找不到 好 如果我明天找到了 给你送个客栈可好 好 那我就恭候三日 欧阳 你这次可千万别再让我失望 他人等一下 我有一只差子想要 欧阳官人 你给我继承陌路 还请称我一声赵娘子 好 好 好 Mini 感谢观看